M-M-731 不是開玩笑,如果你是喜歡超輕無線電競滑鼠的話 今天介紹這隻應該是2021年最划算,最好買的一隻無線滑鼠 這隻就是Cooler Master的M-M-731 HELLO,大家好,我是Samson,歡迎來到Tekicadia Cooler Master在2021年年初已經開始提示了會出這隻M-M-731 由那時候開始我就已經撐住它,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隻沒有洞洞的超輕無線滑鼠 而且那時候的傳聞就是賣美金$99 算港幣就是$700左右 一隻沒有洞洞的超輕無線滑鼠 你應該就會想起這隻Logitec的G Pro X Superlite 而一隻$700的無線滑鼠 你自然就會想起Glorious Model All Wireless 那怎知道現在終於推出了 它只是賣$455而已 比我們早前開箱的Razer Orochi V2 而且這隻$500不用的滑鼠 還做到所有無線滑鼠都做不到的東西 就是這隻MM-731是不夠60g重的 $500不夠的無線滑鼠 可能很多人已經在用高性價比去評價它 不過在我而言 用性價比去評這隻MM-731 我自己覺得是不公平的 因為它是在用這個價位去挑戰一個極限 雖然我自己覺得這隻MM-731 在香港的超輕無線滑鼠市場 是會大賣的 但都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的 不過在我講下去之前 Tekicardia這個頻道只欠不夠150個訂閱 就過到3萬訂閱了 如果你都喜歡看滑鼠和Keyboard評測和DIY東西的話 就請你用兩秒時間去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我這隻MM-731就是瓦克色磨砂塑膠外殼 Chromaster其實還有出到一隻白色的版本 但香港似乎沒有入貨 不過我相信遲下都會有 因為好像之前MM-711或者MM-720那樣 都是之後才有其他顏色的 這隻黑色的主體如果沒有開到任何RGB燈效之下 是完全沒有任何特徵或者Logo的 就這樣放在桌面 你可能連它是甚麼牌子都未必知道的 滑鼠下半部分著了RGB燈效之後 你就會見到有個Chromaster的Logo 這個是滑鼠唯一一個有RGB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我有無線滑鼠 一向都會關掉RGB去延長電量 所以我是完全不在乎RGB燈效的 這個外殼就不是由一塊膠去堵毛而成 而是用三塊膠去拼在一起 這個位置一開始已經令到我有點擔心 因為用力壓下去已經感覺到 如果我好大力的話 感覺好像可以按散那隻Mouse 這件事在大部分一體式的外殼是不會發生的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Cut了Budget 或者Cut了重量的地方 雖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這麼大力去騙那隻Mouse 還有我自己試過在2-30cm的高度去做一些Drop Test 都沒有任何結構或者功能上的問題 這隻也是一隻沒有洞洞的超輕滑鼠 這個盒上面就說它是60克重的 而我自己磅就看到它只是58克重而已 也就是說它暫時是全球最輕的無線打機滑鼠 比起拿了這個頭銜不夠一年的G4X Superlite 還輕了4g 亦都比起用3A里電池的Razor Orochi V2 是輕了9克的 我還記得第一次拿起G Pro Superlite的感覺 是很輕很平衡 然後到我拿起這隻MM731 是一種很瘋的感覺 竟然原來上一個極限 可以給一隻400多元的Mouse 這麼輕鬆就打破了 還要是沒有洞洞 還有支援2.4GHz無線 還有藍牙 我這樣說是因為去年我主要用的MM720 只是48g 但是它是一隻有洞洞和有線的滑鼠 而這隻MM731 可以說它重新定義了無線滑鼠的極限 重量分佈上它的重心是偏後 我自己很快習慣到用手指弓和無名指 主要拿起Mouse 上一條影片都看到有些觀眾說 這麼輕的感覺都很難控制 但我想說用到這麼輕的Mouse 當你用低DPI去打機的時候 你做一些伏Mouse的動作是完全沒有阻力的 我一上手已經發現 而且我前所未有地 描得那麼準 在打機的時候 如果你之前都覺得太貴 下不了手的話 這隻MM731 就是一隻非常值得入手的 超輕無線電競滑鼠 忽然之間準了那麼多 很大原因也是因為它的外型 MM720之後 其實我一直都用一些對稱的Mouse 而這隻MM731 是一個標準的人體工學設計外型 所以只是適用於一些用右手握滑鼠的人 不過一上手我才發現 原來我是這麼掛著那種貼服手型的感覺 我的手在男生來說是算小的 由中指到掌根就是18cm 這隻Mouse對我來說 所有地方都是剛剛好的 它最長的地方是122mm 而最高點就是39mm高 最闊的地方就是69mm 最高點是剛剛好 在我的掌心需要承托的地方 旁邊也有位置 給我擺放我的無名指和尾指 而掌握的時候 剛剛好掌根就是碰著桌面 不會有太大阻力 我是非常之滿意的 如果你的手和我的手差不多大的話 用這隻滑鼠最好就是掌握或者爪握 指尖握的話我就覺得 鋪不住 而且可以頂到手掌心 不像Auroch V2那樣 因為它短很多 手掌心的位置很空虛 所以指尖握是我覺得最舒服的握法 按鍵方面 就有左右鼠鍵 滾輪 和兩個側鍵在左邊 左右鼠鍵我自己覺得略為不夠清脆 但使用上都還好 和兩個鍵都非常實際 沒有鬆動動的感覺 它用了最新的LK光軸按鍵 可以做到瞬間觸發減低延遲 而且最神奇就是 就算用了光軸 對電量又沒有明顯影響 滾輪是有Steps的 而側鍵按壓的力度 不需要太大力 我都沒有什麼投訴 用了一個星期左右 我都沒有遇到任何Double Click 或者其他問題 現在大家就先聽一下 鼠鍵的聲音 設定一名多便 已經很多能夠分別 都是綠證的 它選 Kathleen 和D deity 在 Master Plus 的軟件亦可以更改 以 100 DPI 為一級 不過軟件我就想留待再詳細說多一點 底部有三個模式 無線 藍牙 和有線的切換鍵 所以可以配三個裝置去用 上面是藍牙配對的按鍵 而左邊還有一個格子給你收藏無線的接收器 非常貼心的設計 Sensor 應該是 Pixar 最新的 PMW 3370 最高去到 19,000 DPI 50克 最高加速力 最高 1000Hz 更新率 和可以調校高低的 Lift Off Distance 使用上非常準確 不過留意 Sensor 位置是偏前的 如果你習慣偏中間的滑鼠 就可能需要一些時間適應 PTFE 的滑鼠覆去前面 後面 圍繞著 Sensor 都有 不算範圍很大 但是因為滑鼠很輕 我自己覺得都算足夠 還有 包裝裡面還附送了一套防滑貼 如果你嫌太滑就可以用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佛心的舉動 你怎麼會想過這個價位的Mouse 是會有這樣的 Package 電量啦 說真的 58克 還要這麼輕的滑鼠 其實我對它的電量是沒有任何期望的 不過用完之後 我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怎麼做到的 內置有限制10分鐘進入睡眠模式 還有當剩下10%電量以下 它就會進入低功耗模式 用 2.4GHz 無線模式 開盡RGB 之下 一天用10小時 夜晚不關的情況下 我大概用了3天就進入低功耗模式 即是30小時左右 而在色實RGB 之下 用一整天的BAR還是綠色 所以大概一星期充一次電就足夠了 這一部分 跟其他高階無線滑鼠是看齊的 而藍牙模式之下 應該可以最多190小時的電量 即是一天10小時 你可以用到大半個月 這個電量我是完全用不進的 所以這方面我都說不實了 只是正常用藍牙 就一定比起用 2.4GHz 的時候 電量是高很多的 藍牙連接之後 延遲感覺上 比起用 2.4GHz 是多一點的 但不是說很誇張很明顯 你可能要很認真地留意才感覺到 所以如果你想省電一些 平時日常用 或者 Casual 打開機 其實用藍牙都是可以的 充電就是用 USB Type-C 線 兩邊插都可以的 不用充電的時候 你就可以插著 USB Type-C to Type-A 轉接器 去連接無線的 USB接收器 而且附上的 USB Type-C to Type-A 線 是超輕的網線 看不看得到? Logitech 而且有一個細節位 是我覺得非常貼心的 就是當你插了線之後 你會留意到插線位 是微微傾斜向上的 令到插了線後 不會貼著桌面磨擦 以及都適合配搭一些Mouse Bungie去用 令到就算你要插著電容 都可以保持到那種 超輕無阻力的感覺 看不看得到? Logitech 好啦 邊緣絲 都要說回這隻MM731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軟件 不過首先我真的要戴個頭盔 因為 Cooler Master 官網 其實還未見到MM731的Listing 所以在 Master Plus 軟件的 Support List 裡面 都沒有寫到這隻MM731 所以以下很可能是 純粹是它未更新官網和軟件的問題 可能這條片出了兩天之後 這個問題就已經輕鬆解決了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只是在有線的模式下 這個軟件才能識別到這隻MM731 無論是無線還是藍牙 它都告訴我 它識別不到一隻Support的Mouse 變成你每次想更改設定 都要先插一條線才行 還有滑鼠本身除了 當你加入低功耗模式的閃紅色燈之外 是完全沒有任何指示燈 讓你知道還有多少電量 唯一的方法就是進去軟件裡面 不過在軟件裡面 都只有一個bar 而是沒有任何百分比 這個位置我是非常不喜歡的 因為我是那些看到手機電量跌了2% 都會緊張的人 在無線這一頁 你就可以更改進入Sleep Mode所需要的 限制時間 和Low Power Mode的Threshold 可以設定按鍵功能和Set Combo 更加可以錄製巨雜件 在Performance這一頁 可以設定靈敏度 Polling Rate Lift Off Distance Double Click的速度 以及校對不同的表面 而Lighting這一頁 就是設定RGB燈效 最後可以在滑鼠裡面 儲存最多5個Profile 去適合不同的用途 其實這個軟件功能是非常齊全 其實只是單純連接上的問題 我相信很容易一個更新就可以解決到 所以我不是特別擔心 這一兩年 MM711 MM720 都是Cloud Master 出了一個非常好和值得玩的電競滑鼠 小想不到今次這隻MM731 不是值得玩兩個字就形容到 是令到我們知道 原來全球最輕59g 沒有洞洞 沒有線 藍牙 用USB Type-C充電 好的效能和Sensor 合格的電量 好的手感和防滑貼 一個這樣的package 可以用四百多元就做得到 絕對是2021年打機滑鼠的新標準 所以這隻MM731 我是超級推薦的 我想如果白色的到貨 我都會再買一隻來替換用 至於早前推出的 這隻Razer Aurochi V2 因為最後我覺得 沒什麼特別多東西想說 所以就沒有做一個詳細的評測 而現在買了MM731之後 這隻Razer Aurochi V2 它又貴一些 又重新一些 不過因為用電池 所以它的電量會好很多 我自己認為如果你用來配Laptop 出街用的話 Aurochi V2 因為它體積小一點 是比較適合的 但如果你是家打機工作用 就100%選擇這隻MM731 不知道你又怎樣看這隻MM731 在留言告訴我 有興趣都可以留意一下老場幾時 又或者去飛馬生的showroom 或者2000分那裏 看看可不可以上手試一下 如果喜歡又或者有用的話 就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鈴鐺 你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